美国国债首度于本周一晚间突破33兆美元的大关 意味着每位美国公民背负约9.7万美元的债务 华府智库感叹美国政府需偿还的利息高得不可思议 财长却称一切没有问题 综合财经智库以及本报先报道 美债利息将超过1.4兆美元 几乎达到美国国防预算的两倍 福斯新闻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在国会预算讨论热烈进行知己 该国的债务创下历史新高 在债务上限的谈判后国会达成协议 总统乔拜登在6月签署了一项法案 增加了债务上限以防止国家违约 美国在1月19日达到了债务上限的3.14兆美元 美国财政部今年6月上修了国债上限 并以防止可能的违约 最后国会达成协议 拜登总统在6月签署了一项法案 增加了债务上限以防止国家违约 但是美国国财今年6月份已经达到32兆美元 在短短的3个月内增加了1兆美元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 到年底时债务将达到34兆美元 美国的人口大约为3.4亿平均负债9.7万美元 华河智库传统基金会金融研究员 安东尼感叹 既是以实际精通和挑战后的计算 债务利息也在以前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 而且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但是叶伦说一切都很好